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戴怡分析师 你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再见排名上官长 我给航文您先请教 丰盛老师 哈喽 不管台湾股市再怎么震荡 今天长假回来 礼拜三 终究是涨了151点 量能也扩大到了接近3600亿 整个的一个盘是一度开盘的一个瞬间 涨了208点 一度还占上这个季线 那这就是亚洲目前最强的股市 就是我们的一个台股 所以不管如何 尤其是这个选前剩下不到100的一个日子 这个政策的一个做多 包括大家烦恼的一个 这个以色列跟所谓巴基斯坦的一个战事 到底会怎么样改变 看美股就知道了 只要美股涨 那当然怎么会去想到台湾股市会不好呢 各位 当然就是跟着美国股市走 这样就对了 所以整体的一个盘面 我认为你要好好地一个把握 尤其现阶段AI的一个族群 包括AI的个股营收 只剩下几档没有公布而已 但是这些几档没有公布 依旧是正面看待 你一定要好好地留意到年底前的一个大行情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一个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不会改变 来 这是上礼拜五 我们要过四天 双十这个廉价的时候 大盘涨了67点 对不对 但是那一天基本上已经是有政策讲说 他已经拨款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上礼拜五 虽然没有办法顺利站上半年线 但是也已经出现了 整个要攻击的一个态势 是不是 有三个底部 对不对 当时的季线16720 然后半年线是16545 上礼拜五16539 那整个盘面的一个筹码 还是没有改变 就是外资卖超 因为我们新台币弱势 对不对 看看今天新台币强势会转为买超 投信一直买 买到快没钱的政策在拨款 就是一直买 要打破连续买57天的历史记录 近在咫尺 加油了 那关键的一个自营商 上礼拜五也是微服调节6亿 不要大卖就好了 所以整个的一个盘面 各位来了 来了什么 来了一个触媒 这个触媒叫做 尾巴战事突袭 好吧 尾巴战事突袭 当然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到的 因为连以色列情报机构都没办法预测 你不要告诉我你的技术面有办法预测 好 那如果技术面预测的话 当然也是会预测不好 对不对 结果又被美国股市狠狠的打脸空头 各位对不对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这里 这也是蔡老师一直跟你讲的 我认为联准会这一票人 通通都在演戏的 11月初包括12月底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升息 现阶段又加上这个战事 应该是更笃定了 各位 所以你来看看 今天10月11号礼拜三 早上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11月初就11月2号 升息一码的几率剩下9.9% 也就是不升息高达9成 11月12月的大概就是 升息一码剩下26% 不升息的高达7成以上 那你看其实上礼拜三 是从升息一码从三成 这样一路的萎缩 各位你来看看 变23% 对不对 我们四天廉价前变21.7 那今天早上变成不到10% 各位对不对 那当然对全球股市有帮助 今天早上美国股市又开平低走高 开平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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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台湾股市今天重新开市 当然就涨了 各位你说不涨也太离谱了 对不对 亚洲股市都涨 何况我们上礼拜就是全球里面 最抗跌的一个股市 就是台股 对不对 台北股市 所以你来看看 包括原油价格 说战争突然之间有一天涨5% 各位准备还不是回下来 一样是有头部成型 西德州原油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10年美债 美债殖利率 也没有转强 对不对 持续再往下跌了 各位是不是 这都对股市是正面的讯号 美元战争美元照到底要强 结果连跌6天 是不是 是吧 所以台币 今天早上上午盘 12点之前升值了1.17角 那也不错 所以外资今天不应该卖超 外资今天应该全面买进 而且买进了 我看AI股他就买不完了 所以今天的一个AI股 这边做一个开高走低 反而让外资圈正好减便宜 非常好 那今天10月11号 最高涨208点 16729 这是一度站上季线 那尾盘在什么震荡 依旧涨151点 所以依旧是强势 并没有弱势的一个理由 各位 所以距离这个季线 只剩下不到50点的距离 明天站上就好 今天跳空直接上半年线 月线半年线 明天再攻上季线 这挺好的嘛 走选举行情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其实上礼拜五 四天廉价前 选前100天 政府基金大撒币 有没有做多 是吧 做多嘛 就不用讲说 他是不是刻意的去拉那一些 每天成交量不到200张的一个无人机 我不知道啦 反正他要怎么拉随便他啦 好不好 我们还是业绩走向 我们产业走向 不要去管啊 这个政策到底把钱砸去哪里 对不对 来你来看看 苹果 今天早上跌了0.34 但是盘中依旧是近期新高 对台股有利嘛 特斯拉涨了1.52% 一样是近期新高 好来 回答 回答最重要啦 因为回答有利空嘛 近期新高 涨了1.16 股价收在457.98 那什么利空 来 黄仁勋 黄仁勋啊 15号 16号 原先要在以色列 这个举办啊 这个AI的一个什么 智慧的一个 AI人工智慧的一个什么 一个高峰会 他取消了 市场就在讲啊 这个不好 就对AI不好 这怎么会对AI不好 这取消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各位 他要讲的就是V100 那他讲的这个V100 受惠的是什么 各位我直接跟你讲 这是从供应链传出来的 回答下世代 也就是明年初 要用出来的一个V100 台积电 晶片代工 对不对 试补器组装 就是广达 就是伪创 HBM3E的一个晶片 就是SK 海力士跟美光 其中海力士 已经研究了一个 十年了 美光是后面 加上来的 来 再加上水冷式散热 骑鸿拿下马 机壳 擒尘 那不就好了吗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啊 不然你认为 他要讲这个V100 要讲的多好 那他股价也没有跌嘛 股价刚刚你已经看了啊 各位是不是 这是不是AI的一个领先指标 NVIDIA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得出结论 你说老师 那今天这一些AI的个股 到底在做什么 各位 其实今天不是外资圈啊 不买股票 而是内支的筹码大崩解 那内支的一个筹码 之前去锁定一些的一个个股 基本上是没有营收的 所以有一些营收差距很 跟预期很大的 就直接打到跌停 一大堆 那不管如何 我认为AI里面最落后 要涨的是什么 各位 我上礼拜五已经跟你讲的是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上礼拜五的营收 是不是第一时间出来 我就跟你讲优于预期 对不对 经过了四天 来各位 你看看台积电 第三季的营收优于预期 你看到了 蔡老师跟你解读 事后报纸爆出来 跟我当时第一时间 解读的一模一样 因为我算出来 它符合第三季的一个财务预测 只要1723亿 结果它出来是 9月份营收1808亿 各位有没有 当然超乎预期 何况第四季 还要比第三季 激增7%到9%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在近期 这几天的一个报纸 都是正面性的一个利多 虽然说 现阶段国际 有人在讨论说 那为什么7奈米才红三年 台积电花那么多成本 7奈米好像现在不要了 大家都在挤5奈米 4奈米 3奈米 那如果事实是这样 我们也只能接受 各位台积电也不讲话 那就好了 各位是不是 AI订单明年大爆发 各位有没有 所以今天的一个台积电 最高544 也是一度要来挑战季线 这个半年线我修正 季线在546 各位有没有 他也一度要站上这个半年线 然后挑战季线 也是一个短底成立 希望他能够平步青云 直接把他走强 因为10月份的一个中下旬 大概就是要走业绩行情 这个改变不了了 世新来 上礼拜五十月六号的时候 世新是不是横盘震荡四天 因为他之前刚创历史新高 而且世新KY应该是在稍后 就要来公布九月份营收 看看九月份营收 是不是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股价 又创历史新高了 世新KY是这一次的 第一根穿云件 也就是业绩发布之前 世新KY已经率先 创历史新高 今天又来到2905块 是不是 2905块 而他当时是在9月22号 产生多头逆袭线了 9月22号 2280拉到2480 多头逆袭线 对不对 一直到今天 10月11号 再创历史新高 就是这一根 9月22的一个多方逆袭线 不仅回补前一天的一个高点 还把之前的一个缺口 向下缺口都把它补掉了 所以很多AI的个股是走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各位你来看看世新KY是如此 那就静后 就剩下没几个小时 因为他算是落后公布的 看他公布了 对不对 今年的营收从8亿美元 放大到9亿9.5亿 所以AI供应链的上游 ESC就是世新 晶圆代工台积电 封测就是晶圆电子 晶圆电子是双减 台积电当然也是双减 但是都涨 各位是不是 因为大家法人认为这就是对了 你都已经营收 这个营收创新高 你说就算下个月稍微的一个什么 小幅的震荡 那个不会影响到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说过AI当先锋 是不是业绩当后盾 是吧 来 PC跟AI题材高盛是不是点名五虎将 技嘉呢 9月份营收竟然跑出162亿 原先大魔预估154亿 蔡老师说只要120亿就够了 因为他第三季的营收就会创历史新高 结果好还要更好 技嘉做得到 各位对不对 162亿 创单月历史新高 9月份的一个月姬 你认为这么好 外资不会买吗 外资必买无疑 各位 9月份营收大爆发 台光店跟技嘉全部都是历史新高 金像店一样是月增 所以今天的一个盘式 这些个股做震荡 是你低接的一个好机会 你不买外资会买 各位 技嘉今天来到303.5 对不对 然后一度的一个回测278.5 从9月20号一路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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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 各位 当然短线上也有一些压住营收公布的一个什么短线客今天出厂 但是无碍它的一个走长多 之前的一个高点各位382.5 看看能不能够这一次把它做一个突破 因为营收代表一切 没有营收就没有未来 包括第四季一样会记记真 都写在这里 这不是蔡老师把它压上去的 广达也一样今天来到262 之前高点282差20块就突破 依旧振幅10% 洗一洗好 今天能够振幅10% 明天也能够上涨10% 这个就是振幅嘛 对不对 洗掉一些幅额 伪创比较差劲 因为违影的一个什么成绩比较差 但是伪创也前波低点967 它本身就是一个散户的一个筹码股 所以正当会比较激烈一点 合情合理 但是未来绝对是正面看待 因业达伪创技嘉 AI GPU助全 伺服器场第四季又会更好 11月12月份进一步放量 各位有没有技嘉广达伪创 台湾拥有AI完整供应链 AI创高前也就是选举行情 做最后的洗盘 是不是 所以真AI股是不拒风浪的 勇往直前 就像这边 齐宏历史新高月增 台光电月增 台药伪创光宝科金像电 全部都月增 插进的就是金元电 它是月减0.7 这可以吧 台积电月减4% 这也可以嘛 对不对 广达秦城跟台达电 等待公布 好不好 就插这几小时而已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齐宏 也标到364 历史新高391 也尽在咫尺 是不是 连续三个月营收新高 齐宏嘛 对不对 甚至于说今天 金像电也都没有跌到 还有秦城 小跌2块 银帮都打到跌停了 秦城还维持多方的架构 为什么 因为公司派说 9月份营收要9亿到10亿 对不对 就等公布啦 各位是不是 所以蔡老师讲的东西 每天早中晚 都让你迅速的一个去验证 你还没加入生活圈的 欢迎你加入 搜寻品封大中华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感受一下股市中的正能量 有什么难题 记得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婷娟 好 那么更多操车的 建议广华来居 再请丰盛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彦新邦 再把时间交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婷娟 来 各位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也希望这个尾巴战士 赶快落幕好不好 因为地球村的概念 牵一把动全身 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 对不对 那做股票也一样 基本上你要去找一些天选支股 开大门走大陆 千万不要去走一些小巷子 这一波尤其是今天 很多业内的一个持股 是大整理 那大整理的原因是因为 营收不如预期 所以有一些个股开盘就跌停板 希望你都能闪过这一截 因为蔡老师不会去介绍 这些奇奇怪怪的股票 还有原先预估双针要多成长了 结果到最后出来说月减两成 好像好笑自己的一大堆 所以这些业内的一个牌 各位你要胜选标的 好吧 台耀6274 今天股价一样做拉回 但是拉回幅度非常有限 之前才三年多高点154 距离历史新高160近在咫尺 一转强 整个AI股全部都转强 各位因为营收已经双征了 9月营收已经双征了 各位是不是 有吧 所以跟你讲的东西 业绩不会说谎 股价会说谎 因为股价有时候有钱就任性 有的人可以借券去看空 有的人可以炒作式的一个每天买 对不对 但是业绩不会骗人 一个老实的一个公司 也不可能在业绩方面去灌水 去做假账 各位是不是 所以业绩就是保障你未来的一个趋势 2301的一个光宝科 也是有出现大底的讯号出现 各位对不对 因为9月份业绩是今年新高 包括它的一个什么 AI的一个伺服器 电源供应器 是一般伺服器的一个十倍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股价 日后的盘间合情合理 封装的金元电 基本上营收 说双减也是双减 但是月减0.7几乎就是维持 8月份的新高 各位是不是 所以它的一个股价 今天也是逆势的走扬 你看月减 对不对 所以AI整个的一个架构 没有改变 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包括 2454的一个联发科 基本上它也算是AI股 这拿到什么跑不掉的 对不对 它一定AI股 它来到816块 波段新高 蔡老师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706 什么时候 8月7号礼拜一而已 各位你看看 8月7号礼拜一 联发科 706 今天已经来到816了 816了 各位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电影 电影今天快要挑战100块 98.8历史新高 电影当时跟你讲30块4 各位有没有 还有什么 加帮 今天67块4 波段新高 那时候是62块4 有没有 还有最强的细微 今天跳光涨停板169.5 蔡老师跟你讲的时候 9月18 152.5 各位你看看证据都在这里 细微 有没有 是不是都讲在前面 所以得出结论 台股多空无常事 唯有产业选股见真章 蔡老师也邀请你 还没加入 赖生活圈的赶快搜寻一下加入 好不好 有问题都可以问 决战AI这个主战场 你千万不要脱对了 简单一点就是 你直接待在球门前面 守候在这个价值区 我自然会传股票给你 叫你买什么价位 日后利多出来 拉到创新高 什么价位出 好不好 我们都会低调起形势 懂了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 是什么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 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婷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要提醒光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介 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知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赛料 请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宣传评评估 并且致富投资风险 来助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